好啦 藍白怎麼合 那現在當然就要派人出來談了 那麼現在國民黨中央 還有侯的敬辦已經做出決定了 現在由這兩位先來談 侯的敬辦執行長金普聰 以及國民黨的秘書長黃建廷 對口就是民眾黨一起來磋商 侯也認為他會積極的回應民意 對於藍白合作 下架民進黨的期待 同時他也提出了三層面六方向 第一層跟國家安全有關 守護貫徹中華民國憲法 堅持反台獨 反一國兩制 第二層政治責任 政黨輪替 他說要促成藍白合作 做不好就下台這個理念 第三層有關行政立法 相輔相成的效能治理 國會立法權以及合作組黨 和合組黨團 以及行政權到內閣組成的原則 那麼現在侯伴就派了 剛剛說到了兩位代表金普聰 還有黃建廷一起來談 但是柯文哲這一邊 他們倒是認為 要不要先來確立一下 譬如說陳志涵之前有回應 民調全題是否確立再來談 好 柯文哲是認為 聯合政府有好處 譬如說政治鬥爭比較少 政策比較容易延續 還有他提到的內閣制的目標 未來會有台灣總理嗎 至於飄浪島嶼 倒是粉絲團裡面有分析 他說到了2024這一局 如果沒打好的話真的會很慘 菲律整合如果失利 營局打到敗選 只會引發菲律選民眾怒 搶水三僧將會在仇怒當中 疊出政治舞台很難再起 因此他也點名了 2028高明義會不會是主帥 誰是高明義 會不會是盧秀燕還有韓國瑜 至於洪秀柱前國民黨主席 他也提到了一個重點 他說雖然說現在還沒有看到 太多的藍白河的更多的進展 他說都假講 但是他認為 相信藍白河會在全民壓力之下 10月談11月 應該就可以更加的明朗化了 包含了侯友宜 現在也釋出善意 藍白河似乎已經動起來 我們將來要產生中華民國第一位總理 細心喊出要當中華民國第一位總理 柯文哲拋出國政改革 要終結蔡政府多年來 有權無實的獨裁總統制 你總統根本可以不用開記者會 在背後掌控所有的這種政治 所以總統必須去立法院 進行國情報告 然後也接受立法院的黨團的質詢 通批蔡英文 躲總統府七百多天躲避民意 柯文哲拋出七大國政承諾 包括總統需要到立法院國情報告 恢復立院的隔魁同意權 以及三權分立廢除考試院及監察院 過去民進黨也常常說要廢考監兩院 當選發現考監兩院可以做抽擁的多好啊 其實在蔡英文任內 把特別預算常態化 前瞻計畫八千四百億 不應當讓政府有一個空白支票的權利 藍白有共識合作要建立在共同理念之下 柯文哲拋出的內閣制 坐等侯友宜怎麼回 談出還要溝通 但其實早就釋出了善意 侯友宜主動爆料 就在柯文哲二度出訪美國之前 兩個人就已經通過電話 民眾黨也派兩個人做好充分的溝通 季柯文哲近期憑出招 國民黨又談的人選也公布 由活進辦執行長君普聰 與黨部秘書長黃建廷作為代表 與民眾黨進行初步磋商 總要有個比賽規則 如果你國民黨不同意 不然你講你要怎麼比賽 你今天拿我說 我不要比民調 我要當政的 我那你乾脆說你整話旁就好了 民眾黨只希望說 有一個公平的對待 希望能用清楚的遊戲規則 柯文哲這次拋出的內閣制 是否能成藍白河理念 就看兩人電話何時能接通 成功坐下來好好談 接著我張張書函 台報道 至於金普聰 黃建廷 要在不設前提的情況之下 去談跟民進黨協商 侯友宜也說了 這個就是積極的回應民意 藍白河要下架貪污腐敗的民進黨 要完成臺灣和平穩定政黨輪替的目標 昨天我今天跟大家做了個說明 我們這邊在昨天已經指派 兩個曾經擔任國民黨的秘司長 我們金普中齊秘司長 以及黃建廷秘司長 兩位秘司長 儘快跟對方來做先前準備的抽商 我們也提出了三個層面 六個方向 所有的議題都是開放的 我們好好的做好充分的溝通 政黨唯有合作 我們才能夠終結貪污的民進黨 也相對的也能夠讓臺灣 能夠和平穩定政黨輪替 有民調審視 6成5的民眾是支持政黨輪替的 超過5成的民眾力挺非綠聯盟 那麼市議員林真宇是表示 國民黨遲遲不提出方案 甚至沒有一個能夠解決定 怎麼合作方案的人 民眾黨認為 只要有規則就要願讀服輸 包含我的選區在中山大同區 我有非常多的眷村選區 非常的眷村 鐵籃 深籃 經濟知識籃 其實他們都跟我們說 我們真的很希望政黨輪替 我們不管今天是誰 只要能夠拉下無能的執政黨 這就是大家的期待 所以我覺得在這陣子 大家已經講了這麼久 如果說今天 你覺得民調不是唯一的依據 那你提出方案 那你提出你到底想怎麼比 可是我其實我覺得過去這一週 讓我其實有一點意外的是 他們反而在過去這一週 讓侯市長去上節目 然後去聊了一個 是是而非的一個方向 我反而覺得說這件事情 就是有點印證到我們 之前我們所謂民眾黨的黨公職 我們大家都在疑惑說 到底是誰說的算 因為到現在他們還去提出說 可能是選辦兩邊 可能要提出兩個人 對於台灣民眾黨來說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相信跟藍營一定一致 政黨輪替 政黨輪替這件事情 我相信是不管是誰 絕對不會是那支持 民進黨的那35% 所以我相信有65%的民眾 是支持政黨輪替的狀態之下 這些政黨領袖 沒有理由不坐下來談 我相信這應該是 大家都很有共識 而且其實 對於我們的支持者來說 連我們民眾黨的人 我們都認為那就比 那有規則之後願賭服輸嘛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好朋友 愛你 好朋友 第三次 快點 快點 快點